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辣妹子。 今天,我将分享一些有趣的关于陈晓、刘亦菲、袁珊珊和赵丽颖关系的内幕信息。 最新的电视剧《梦华录》,神仙姐姐刘亦菲,配上古装天花版陈晓。 这简直就是眼狗的狂欢盛宴呢。 而且更要命的还有两位的超预吻戏,虽然什么都没露,但却堪称活色生香,完美诠释了古人说的雨水之欢呢。 他们做得太好和自然,非常合拍,希望再能看到他们合作。 请看看,陈妍希有多嫉妒刘亦菲。 陈妍希吃醋了。 陈晓已经结婚了。 是不是应该少拍点吻戏呀? 在赵丽颖和陈晓出演《路真传奇刚火》的时候,有关于他们恋爱的谣言。 两人当时参加了一档综艺。 在综艺节目中,主持人要求陈晓当场给自己的女性朋友打电话。 并且不能说出是在录节目。 陈晓当时就打电话给了袁杉杉。 很快就接通了。 接通后,陈晓就说。 喂,杉杉,我来恒店了。 我们见一面讨论下剧本吧。 我在镇上找了个咖啡馆。 谁料还没等陈晓讲完。 袁杉杉就打断了她,说,你来恒店了呀,那你最近变帅没有。 当时听到这句话,现场的主持人包括陈晓都比较尴尬。 观众也嗅到了一些不一样的味道。 陈晓虽然尴尬,但是节目还在录制,也不好不接话。 就只能硬着头皮回了句,变帅了,我觉得还蛮帅的。 但尴尬的地方不止于此。 袁杉杉紧接着又来了一句。 说,啊,那不行,我不能见你。 我怕你变得这么帅,我见到你我会喜欢你。 当时的陈晓已经完全是尴尬到不知道怎么办的状态了。 袁杉杉不知道这是在录节目,所以平时怎么跟陈晓说话,就直接这么说了。 现场的嘉宾都吓到了,赵丽颖在旁边也一直保持着尴尬的微笑。 陈晓当时估计真的挺着急的。 一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回复。 二是怕袁杉杉之后又说出一些惊为天人的话来。 但是尊于节目规则又不好直接说自己是在录制节目。 这时,赵丽颖出来打断了,发声说。 杉杉,我是丽颖。 听到赵丽颖的声音后,袁杉杉就愣着没说话。 陈晓连忙对袁杉杉解释当下的情况,然后挂断了电话。 一场好戏就这么被赵丽颖打断了,主持人和观众都不免觉得丧气。 主持人也直接问赵丽颖,陈晓和袁杉杉在打电话,你说什么话呀? 赵丽颖笑着说,说自己和袁杉杉也认识,好久没见了刚好可以顺带打个招呼。 很明显这个解释比较牵强,赵丽颖发声主要是怕如果还不打断的话,袁杉杉由于不知道这是在录节目,后续还不知道会说出什么爆炸性的语言来。 赵丽颖这波打断有可能会得罪节目组,也会坏了那些想吃瓜的观众的好感。 但不得不说,赵丽颖的这个做法是真的讲义气,在好朋友有难的时候坚定不移地站出来,情商高又自然的圆场,这样的赵丽颖简直就是人间天使。 袁杉杉查理查气地表白沉晓,我怕你变得那么帅,我见到你会喜欢你简短的两句话,表达的意思却很明确,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赵丽颖不打断,而他们俩又继续这个话题,当时未必不能在一起,但就人心切的赵丽颖思虑再三,还是打断了。 毕竟当时袁杉杉说完话后,所有人都在坐等看好戏。 可正是这一行为,赵丽颖却被安上了陷害袁杉杉的名声,就连主持人李湘也在一旁责怪赵丽颖,其实明眼人都看在眼里,赵丽颖这是在救场,毕竟当时的她也在和陈小传绯闻,所以完全可以不说话,将锅甩给袁杉杉。 但也有网友说,赵丽颖并非救场,而是拆台,甚至为此列出了一系列证据,什么两人互动指数比陈颜希还要高,什么各大综艺撒糖,真假暂且不论。 毕竟比起赵丽颖的厚道,袁杉杉早在两年前就和陈小相识了,而且甜度不输赵丽颖。 亲密程度和亲兄妹相比都有过之无不及,唯一有区别的就是两人可以毫不避讳地聊一些有颜色的笑话。 虽然说两人是否在一起还是个迷,但无庸置疑的是,各自都有好感,要不然陈小不会在节目上毫不犹豫地打给她。 而袁杉杉则更不会出口就是,我见到你会喜欢上你,毕竟在她的狩猎名单中,不是长得帅就是有才华。 唯一能被拿出来公开调侃的,还是多年痴男老被胎张哥,两人是大学同学,当时的袁杉杉很漂亮,张哥非常喜欢,为此苦苦追求了四年。 但袁杉花还是无动于衷,因为比起做恋人,她更喜欢交兄弟。 可当多年后,两人在综艺里相聚,她的一番话又似乎是将追求者当笑话。 追了我四年,没追上。 2018年某综艺上,袁杉杉一出场便得罪了两人,首当其冲的便是老同学张哥。 当时节目一开始,袁杉杉便迫不及待地炫耀自己有多受欢迎,只不过用的却是拉踩张哥。 不仅如此,她那种摇头晃脑的姿态,给观众一种小人得志的感觉,而事实证明她的确有资格这样。 因为在节目中,观众可以清楚地看出张哥对袁杉杉究竟有多宠爱。 为她亲自下厨,甘愿当负能量垃圾桶,甚至连穿多大的鞋子都记得。 看到这里不禁感慨一句,袁杉杉这世多有魅力,竟将张哥迷的神魂颠倒。 做不了男朋友,可以化身男闺蜜陪伴身侧。 除此之外,张小斐也被她拉踩。 当时袁杉杉不知道从哪里听说,张小斐睡觉打呼噜,并一直追问男同学,张小斐真的打呼噜吗? 最后许是男同学被问怕了,才脱口而出一句,我觉得她会打。 而此话一出,袁杉杉似乎得到了满意的答案,转而放肆大笑,丝毫没有意识到不对。 无可奈何下,节目播出后,张小斐只能公开解释自己从不打呼噜。 2013年,由陈晓和赵丽颖搭档主演的《陆真传奇》已经开播后,就夺下当年的收视率第一,之后便一夜爆红。 《陆真传奇》中,陈晓在剧中饰演睿智、隐忍、痴情、十全十美的《太子高战》,一时之间也是圈粉无数。 在另一档节目中,当主持人问到两人是否的在一起的时候,陈晓和赵丽颖只是相视一笑,并没有回答。 两人对视时,那种含情默默的眼神,让人不禁浮想连篇。 所以当时大家都认为两人已经在交往,赵丽颖和陈晓也不解释,只不过微博上经常互动。 有网友就猜测到也许是两人失业刚起步,不想承认恋情而已。 没想到过去这么多年还有好多人都走不出陆真传奇时。 陈晓和赵丽颖这对荧幕最火CP,而他们当初有没有真正在一起过? 我们不得而知,虽然两人最后拆CP时是说了剧为了宣传剧,但是从他们过去的种种互动我们也许可以看出他们曾经也有过彼此吧? 只是那时太年轻,被宣传利用心有不甘,或许他们只是在不合适的时间相遇了。 想当初两人因为出演陆真传奇,不管戏里还是戏外,两人都十分甜蜜,是大家公认的金童玉女,特别是两人在快乐大本营中,陈晓看赵丽颖的眼神,充满了深情与宠溺,网友们就差把民政局给他们搬过来了。 赵丽颖离婚后,网友撮合他和陈晓再续前缘。 如今的赵丽颖已不是当年的赵丽颖,而且时过境迁,有些人,有些事一旦错过就再也不可能重来了。 最后一句,并非每一位男星都是人间情圣谢霆锋,愿意做一匹吃回头草的马,也并非每一位女星都是李飞儿。 而,面对情敌Angela Baby挑衅,先是保持沉默,接着谎称不认识。 陈晓他现在是一个已婚男人,应该忠于他的妻子。 观众们,你如何看待他们的关系? 应该再续前缘吗? 欢迎在下面发表评论。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请点赞、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